相信口气达人echo一定会问奶安呢 为什么稳定交往六年的女友李千纳狗的杂魄郎不是她 而是世源界 就让苹果新闻忘记了这个残酷的真相 九日下午咱们结合读者爆料 李千纳带着不是男友的小鲜肉在健身房运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小鲜肉其实不太鲜 是比echo还要大两岁的世源界 他们的行程基本可以说是非常乏味 健身完后一起补充流失的热量 两个人吃饭还相当专心 过程间没有太多互动 大概是觉得自己隐藏的有够好 李千纳于是放飞自我 看爱活在热烧 爱活在跳扰 我们的心暖暖拥抱 这把爱活回到家后 笑得更旺更猛咯 我是说他们就在同一个屋檐下 还是要打起慢枪 李千纳说断淀粉断糖 间歇性端食以及一个礼拜 没有特别开心就是瘦了一公斤 世源界开玩笑回说一公斤是炫耀文吗 来 echo请回答 在你回答之前 我们先告诉你一件更残忍的事 其实早在去年12月中旬 苹果就接获爆料 李千纳和世源界经常约会 毫不避讳的狗肩拥抱 只是这一次被我们打个正着而已 对此女方经纪人回应 前男孩echo几个月前就以和平分手 一至于汉世源界恋爱挨NG 我只知道两人从去年合作后 就是很好的朋友 担心echo哭出来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的笑话 hold住即将溃提的情绪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随时随地让你笑得很开心 娱乐当新闻 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 报道